那个时候经济非常炭 这个当然有一个阴谋论的说法 有个阴谋论的说法 就是习主席刚刚上台 他为了巴结一下资本家 他为了巴结一下这种大企业家 他就把这个股市拉到了6800点 6500点左右 然后直接扎下来 让这些这个企业家 就是在高位 把他们的这个套着的 就是手上的这些股份 可以给他卖出去 就是为这个企业家送个卖个乖吧 相当于是卖个乖吧 所以来说我不知道 大家听说过这个事情没有 2015年的事情 就是已经很远了 2015年的事情 所以来说 所以这真的算不了什么 我觉得2015年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2015年大概5178点 大家可以看到 5178点最后直接跌到了 大家可以看到2850点 用了多长时间 6月15号 8月26号 三个月的时间 大概两个月的时间 两个月的时间跌了3000点 大家自己看 大家自己看 两个月的时间跌了2500点 我这个天哪 所以经历过那种的事情 我觉得今天的星期五 这个事情都还好吧 都还好吧 我觉得这个还好吧 那么我看到这个上阵指数 我突然有一个想法 大家看了这个以后是什么感觉 看了这个形态 有没有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个形态里面 有没有跟他非常像的 有没有 来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上课了 有没有 有没有 我们做的这个形态里面 有没有跟他非常像的 有没有 有没有 哪一个谈命 哪个谈命 哪个谈命 原油 你说原油 我觉得原油不太像 我们看月线 原油现在就是震荡走势 震荡偏空吧 我其实认为现在原油 就是一个震荡偏空走势 原油像吗 原油像吗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更像一些 黄金 黄金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上证和黄金 上证和黄金 这是上证的 这是上证的 在这个地方盘整 这总体趋势呢 是向上 然后这个地方的这个小区间趋势呢 是向下 我们看一下黄金 黄金呢 先是一个上涨 然后在这里进行一个盘整 无非盘整的这个多幅呢 这个也是整体趋势向上 但是在这个短趋势下面呢 是向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黄金可能更像我们的上证 黄金更像我们的上证 黄金更像我们的上证 那可能有人会问一下 大家觉得后面的这个上证会怎么样 大家觉得后面的上证会怎么样 我们现在就是来做个预测嘛 大家觉得后面的上证会怎么样 来 我们相当于就开始一边做预测 一边我们就来学习嘛 好 来 我们给上证做个预测啊 我们给上证来做预测 先画一个 先画一个黄金分割啊 画一个黄金分割 好 那么整个来说 这一个趋势呢 是向下的啊 这一点是毫无之谜的 整个趋势是向下的 这一点是毫无之谜的 然后呢 目前来说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呢 会跌下来啊 跌到这个位置 跌到76.4这个位置 跌到76.4这个位置呢 就是回补缺口 说白了就是回补缺口 这个缺口是什么时候造成的呢 这个缺口是10月1号 大家知道 就是我们中国的国庆 10月1号 这个时候呢 因为国外的这个时候呢 1001啊 我喜欢搭这个那个 相当于是双数位啊 双数位 好 这个地方的缺口是双11造成的调空 直接造成的调空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就是在回补这个缺口 回补完缺口了以后呢 如果这个地方站稳了 可能需要震荡一下 震荡一下的结果 如果不出意外啊 如果不出意外 应该还是要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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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来说呢 我觉得啊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大家如果手上有这个 有这个天天基金啊 之类的这种 这种这种交易软件 我不是去年过年前 带着大家做了一些天天基金 做买基金的这些东西嘛 当然我觉得你们现在如果做了这个外汇 你们就不想再做了 因为那太慢了 那太慢了 赚个几毛钱 几块 几块钱呢 那确实有点慢啊 但是那个比较稳啊 先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你们想做的呢 可以来做一下 在这个点位啊 在这个点位买什么呢 在中国这个市场啊 你不要去买什么高科技啊 什么芯片啊 那都他妈扯大 我告诉你就买什么 就买酒类的啊 就买酒类的东西啊 就买酒类的东西 所谓酒类的东西 比如说像什么老白肝 就前两年的老白肝 就还可以啊 就比如说像买茅台啊 这个什么 反正我因为我不喝酒啊 我也不做中国股票 但是我知道 就是在整个的中国股市里面 就是一线股票 基本上都是酒类的股票啊 现在一线 中国股票里面 一线股票是酒类广告 就是酒类 白酒类的这个公司 所以来说呢 你们就买一些白酒类的基金 就是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买一些白酒类的基金 逢低去买路 逢低去买路 如果破掉这个地方 如果破掉这个地方 如果下破在这个地方止损 下破在这个地方止损 如果在这个地方震荡 你就逢低买路 你就逢低买多 无非就是到 它什么时候爆发的问题了 我相信这个地方还是要涨的 具体能不能涨破新高 我首先看这个位置 首先看这个位置 就是补这个地方的缺口 就补这个地方的缺口 33778 先补这个位置的缺口 补好这个地方的缺口以后呢 再继续看这个向上这个力度了 那就要看后面的事情了 如果要是在这个地方最后震下去了 只要破了这个位置 日线 只要实体线破掉这个位置 那你这个单子 你可能就要止损了 你买基金 你就要把它卖掉了 你就不能再留了 那肯定后面还要再跌 当然你不要马上就卖 因为我曾经也说过 就算是它现在破掉了 它也会涨起来 再来向下的 它不会是说直接就给你向下的 中国的股市大家都会大怀 都会发现先上再下 再上再下 它这个它走得非常规整 它这个你要是玩多了 这个外汇啊黄金的 你真的觉得中国的股市 走得太规整了 就是小学生 就像小学生在模仿写字一样 就是它是按照这个工笔 这个钢笔铁子 它就一笔一笔的写出来的 中国的这一个呢就是中国的这一个呢 就是就是这个小学生在模仿 那这个欧美国家的这个股市啊 然后外汇啊 它像什么呢 就像这个就像这个狂草一样 写字啊 那都是行云流水 你都不知道它后面哪一 哪个地方会上 哪个地方会下 这就属于这个就是别人国家的呢 相对来说就更加市场经济一些 我们中国的这一个呢 相对来说就是更加属于那个一点啊 这个大家都懂 就属于更加官方一点 就是更加国家国家多一点东西 其实这个地方已经产生了一个 这个已经产生了我们 这个我以后会交给大家了 这个叫做叫做 这个已经产生了一个向下去间了 这个已经产生了一个向下去间了 但是呢 这个因为它现在呢 本身还是在一个上震荡里面 所以来说呢 这个咱们现在还是看它 看它向下震荡 然后在这个地方回调 然后继续做多单啊 这个地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尝试着做多单啊 尝试着做多单 好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把它结个图 结个图 然后呢 以此为正啊 看下周是不是按照我们这个想法 再继续按照我们想法 思路再走啊 先跌了这个位置 然后走震荡 然后震荡盘整一段时间以后 如果市场经济OK了啊 上去 一下子 可能还在碰一下这个位置啊 应该来说可能还在碰一下这个位置 碰一下这个位置以后 上去啊 这个基本上我这个上震 我还是看涨的 上震我还是看涨 从这个K线这个状态来看的话 目前还是一个涨的状态啊 目前还是一个涨的状态 好吧 好吧 那么这个我们就讲到这里 这个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来分析一下 纳斯达克 我们来分析一下纳斯达克 整个这个纳斯达克 大家在日线上面是成一个什么状态 大家先看一下 日线上面成一个什么状态 我教大家 我跟大家一起分析啊 就是希望大家 希望大家能把大家带到这个 这个套路里面来 就是什么呢 其实在做分析的时候 是有套路的 做分析的时候 是有套路的 那么现在 先看一下周线 先看一下周线 好 周线 现在是这个样子 日线 日线 好 那么现在大家 我先给大家画出一个黄金分割 我先给大家画一下 怎么都没人回应呀 大家都在吗 我先问一句 大家都在吗 同城 阿卫 大家都在吗 同城在 都在 好 你们没人回应啊 我都以为你们又 对了 阿卫 你昨天最后一段的时候 你是走了吗 最后快11点半 将近12点钟钟的时候 你是走了吗 当时我们讲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然后当时问大家在不在 好像当时你不在 你当时在吗 你应该是不在 你要在的话肯定回话了 因为当时 那个 那个大猪蹄子还 得他里的 没在 那那个技术你是听 完全听完了 还是只听了一部分 还是完全没听 就是昨天我最后一段 讲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技术 就在15分钟下看趋势 然后在1分钟下面买单 没听到 好吧 那我们 那我们待会来重新讲一下吧 重新来讲一下吧 好 那反正你现在确定你没听到 那咱们再待会来 来讲一下 好 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周期 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周期 先看一下 先看一下大周期 先看一下这个周期 小周期吧 大周期 大周期有点大 我们先来看一下小周期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们这个地方 我在这里给他增加了一个 增加了一个23.6和76.4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之前 这个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没有这个东西 没有76 其实这个数值的 没有这个数值的 这个数值呢 我之前都是这样画 我先画一个 从上往下的 再画一个从下往上的 我当时 大家记得吧 我都是这样在画 我当时都是这样在画 其实没有必要 其实没有必要 我们要画怎么画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今天教大家一个方法 先把它画出来 先把它画出来 画出来以后呢 点击 点击 黄金分割 Faber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 可以添加一个 给他添加一个 添加一个多少呢 我们在这里 先找到这个数值 我们添加一个 添加一个多少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算一下 就比如说1 减去多少呢 减去 0.236 减去0.236 0.236 等于多少呢 等于0.764 那么在这里 我就给他添加一个 0.764 好 后面这个数值呢 我们在这里写个76.4 注意 这是说明 这个地方是水平位 这个是说明 我们在这里点击确认 确认以后 我们这个地方就增加一条 76.4的这个分割 然后 你后面只要打出来 它都会有了 你只要打出来 它就会有了 注意 它不是说你这个完了就完了 它后面一直都会有 那当然 那如果是说 如果我还想再继续添加 那当然也可以 比如说一般的添加 你看我们这个浮涂流 你看我们浮涂流 它向上 它会有这个扩展 向下 你比如说 123.6 它也会添加 138 150 161 它也会添加 我们在这里呢 也可以给它进行一些多的添加 在这里我们可以点击 添加 我们这里向下的数值呢 我们添加一个 负的0.236 然后这里叫做负的23.6 这里我们点击确定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我们下方就会出来一个负的23.6 好我们再添加一个23.6 我们再添加一个38.2 好再添加一个负的0.382 好我们就直接一次性把它全部添加出来 一次性全部添加出来 好负的 注意啊 这个负的 好添加 OK 然后我们再添加一个负的0.5 好 负的50 好 这个我们负的就添加完了 然后呢 我们再添加一个100 106 这个地方它有个100 我们再添加一个正的 正的 1.236 然后这里就是123.6 正的 然后再添加一个1.382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再写上1.382 好 这个地方我们添加完成了 添加完成了以后我们可以看到 从上面 不管是在往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上面也好 在下面也好 我们都可以看到非常工整的这些数字都会出来 这样的话对于我们在进行大周期的这个演算的时候 是非常有意义的 后面我们肯定要用上的 就比如说我们怎么根据我们现在这一个这个这个这个叫做浪啊这个叫浪波浪理论啊波浪理论啊波浪理论这个波浪理论是在我们我现在是准备把它放到最后一段啊就第五段第四段先讲这一个将讲形态啊第四段讲形态所以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现在现有的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分析出它后面还可以涨多少啊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分析出它后面还可以涨多少啊所以来说这个是非常有用的 因为我们可以向后进行一个预演啊可以预演到非常远之后的事情啊就是也不是说然后呢这个我们可以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来说我们就以这种方式给大家添加啊这个非常有用啊黄金分割是非常有用的希望大家一定要学会去使用它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进行一个推演了首先呢我们这个大周期呢首先这个大周期呢我们可以看到是上涨的然后这个地方呢回调回调 调了以后呢回调到 好回调回调了以后呢我们现在先看这个回调和上涨之间的力度呢它现在来到了一个什么地方呢来到了一个76.4这个位置它现在已经踩到了50%这个位置已经踩到了50%这个位置所以下周所以下周我看涨纳斯达克我看涨纳斯达克啊所以下周我看涨纳斯达克啊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来说回调了以后呢回调到 回调50%这个位置一定会呈阳线啊一定大概率吧我们不能说一定啊在这个股票市场证券市场里面交易没有一定啊只有大概率啊只有大概率回调这个震荡然后这个呢就是在50%这个地方因为它已经碰到了两次碰到这个位置了两次碰到这个位置以后呢大概率呢我们是看涨再加上 周五走了一个这个星啊走了一个这个星这个这个倒锤行呢这个倒锤行呢其实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啊这一个流星 呃这个倒锤行呢其实在我们这里面也是一个看涨形态啊这个也是一个看涨形态 无非是说现在还没爆发所以来说呢我们下周的纳斯达克逢低做多啊逢低做多那么买入点呢我们现在首先看这个位置那买入点首先看这个位置当然你的这个因为每天纳斯达克的这个波动是非常大的波动是非常大的所以来说呢看还要看当时的这个盘面吧还要看当时的盘面 呃排面是怎么走呢到时候再说咯那现在没有办法去预判啊所以来说纳斯达克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说的更多了啊因为因为纳斯达克每天的这个盘面是非常大的然后呢我觉得在这个震荡区间啊他应该会在这个震荡区间啊他应该会在这个震荡区间进行一个进行一个宽幅的震荡然后我后次因为我也说了我对川普总统的连任是绝对有信心的 所以我后次是看涨现在这个区间进行震荡震荡完了等这个大选尘埃落定了那么我后次是看这个川普总统连任以后然后把纳斯达克的这个给打开啊把纳斯达克给打开所以来说呢我后次是看进入到这个区间76.4这个区间开始进行震荡震荡完成以后结构调整完成以后开始上涨啊开始上涨啊这个就是我对于纳斯达克的看法哈 截图截图我们以此为正下周来看看我的这个判断是否正确啊下周看我的判断是否正确好看一下得子可能大家不太做啊这些这些商品不太做啊但是我在这里呢就相当于给大家实盘在进行其实就是在进行一个这个 推演嘛所以大家能根据我现在的这个推演大家也可以自己想一下怎么去画这些线呢后世你应该怎么看涨或者看跌啊啊其实也就是在复盘啊其实我们现在也就是在复盘好这个得子呢现在整个的这个行情都是有一点温啊有一点温怎么温法呢其实你说它现在特别的高或者特别的低我现在都看不出来啊现在我都看不出来 它有特别大的一个整幅 好我刚才曾经说过一句话大家看一下 我刚才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什么呢就是大概率啊我刚才说的是大怪力只要是碰触到50%这个地方大概率碰到50%这个地方后面都会看涨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根线好像没有涨起来这根线是碰到了238.2这个位置涨起来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根线这根线是碰到了50%涨起来了碰到这根线50%涨起来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根线碰到50%涨起来了这根线碰到50%涨起来了 然后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也是碰到50%这个位置 当然它可能下移了一些也涨起来了然后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也是深踩到了这个50%的区域内 然后这个位置又开始涨啊大家可以看到是这个规律啊当然你不能说百分之百你比如这里头有这里头的所有的这个例外只有这一单啊只有这一单只有这一单这个地方是50%这个地方没有站稳啊直接跌下来的 但是因为你这一单不能是这样画为什么不能这样画呢因为你是以这个地方为准线的所以他只能是往后看也就是说往后看的情况下这一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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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正确的啊都是正确的大家看到没有大家听懂我说的这个意思吗啊大家听懂我说的意思吗啊方蕾听懂了 四星好小阿卫现在跟不上节奏了我感觉 哈哈哈哈阿翔也没跟上节奏 现在真的是方蕾已经是激压群雄了 蓬城了 哎呀哎呦我的天呦只有方蕾一人听懂了 怎么现在是我讲课有问题吗我我我问一下方蕾你觉得是我讲课有问题吗还是怎么回事怎么现在只有你一个人听得懂了 因为我要我要想一下因为经常大家会发现没有就是一两个人咱们人也少啊方蕾如果就一个人听懂那也就是25%的听听懂率这也太低了吧这 是吧咱们四个人只有一个人听懂那我这讲的也太失败了方蕾你觉得是怎么回事啊 好吧我你可以先打字啊我我再讲一遍我再讲一遍我们这一个黄金分割是怎么画的我这个起点在这里我的这个高点在这个地方我这个高点在这个地方对不对是不是了同志们是不是这个位置是不是这个位置 好那是这个位置的话我们如果要那那如果是这个位置的话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我们要向右去看从这个高点以后的右边去看我们不能看左边的你懂吗 因为左边的这条线其实不应该是在这个高点没出来之前因为左边的这条线其实不应该是在这样画左边的这条线应该是在这个高点没出来之前我应该是这样画或者是这样画 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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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为什么为什么说这根线我刚才说了这根线不能看为什么说这根线是不能看百分之五是他回调那可能有人就裹进了老师你刚才说了百分之五是要回调你看这根线破下来了 我现在就是在跟大家解释为什么这根线不是不能回调而是你现在看的对对标物看错了因为我们现在的高点是在这个位置了我们现在的低点在这个位置了所以我的这一个看的这个东西只能是向右看你往左看你就你要往左看你要把这个加进去的话你就只能把这个点拖到这里来 然后把这个高点拖到这里来这才是对的 这才是对的 懂吗 听懂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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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磊你一开始就听懂了你能不能说一下为什么大家一开始没听懂没转过来是吗 其他的彭城听懂了吗 阿蒋听懂了吗 阿卫听懂了吗 没转过来阿 没转过来阿 其实很简单阿 其实很简单阿 就是你不能拿过去的东西你不能拿过去的东西比如说中国老百姓过去年猪肉都吃不起阿那你现在中国人吃得起猪肉了阿你就说阿原来老百姓原来老百姓过的是水深火热那你也不能这样说 因为你对标的东西不一样阿你原来连个汽车都没有你现在有汽车了但是你现在猪肉吃不起了阿那不是一样吗所以来说你不能吃这样去对标所以来说我们是一个周期一个周期的对标你比如说你现在以这条限期对标那你现在在这个地方百分之五十我我说过你这个地方只要回踩百分之五十这个位置你就去做多你就去做多做多以后肯定能上去阿就在日线情况下当然这个K线呢 他如果能在日线上成立他在所有的周期K线都成立啊他在所有的周期K线都成立所以来说呢目前来看我就看这个后面就是我就是看这个后面呢就是要上涨啊就是要上涨整个的这个K线呢我就是看上涨那么上涨呢这个得这个得子呢后面一个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呢我给大家画一下啊你这什么啊你这你这什么啊 你这什么什么意思啊我没听懂什么什么话呢好我先把我这边讲完啊我先把我这边讲完你不要打岔啊这个打岔的事情你待会晚一点你再集中来讲集中来讲首先呢我们把这个给画出来啊把这个给画出来等一下把它缩小一点有点 他就一缩小就缩小就缩小有点缩小好看一眼好我们把直称位画到这里啊我们把直称位整个的结构线画到这里然后呢这个结构线画到这里啊结构线画到这里啊看来是在走一个震荡震荡小三角啊震荡三角啊 那么现在呢,目前呢,我是看它向上涨,涨了这个趋势线这个位置,向下跌,跌回来以后上涨,如果哪一天突破了这个形态,往上涨,如果哪一天下跌的时候突破这个形态,向38.2看齐,38.2如果突破了,再看什么位置呢?再看这个位置,再看这个位置,如果这个位置再跌破,直接看心低,直接看心低。 所以来说呢,整个这个形态,大家都已经见怪不怪了,那么后期到底是涨,是跌,后期是涨,是跌,无非就看这两个关键点,无非就看这个关键点,目前来说,这个关键点呢,不是靠股市能够走得出来的,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像这种指数的关键点,它不是看股市的能够走出来的, 这要看这个大格局,大格局是看什么呢?德国为什么这段时间这个股指在下降,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大家知道为什么股指在,我几张图啊,我几张图,大家知道为什么股指这段时间在下降,为什么? 就是从,大家可以看一下,9月03号开始,9月份开始,大家知道股指为什么在下降,在下跌,大家知道吗? 这是有消息面的,大家知道为什么?大家知道为什么?又不知道,哎,你不知道消息面怎么搞,全看K线,那全看K线也行啊, 你看,全看K线就有一点,有的时候很懵逼啊,我看了下跌,确实怎么突然上涨了,我看了上涨,确实怎么突然下跌了,就是出现这种情况啊, 就是说所有的基础形态,你都飞行队了,谁知道来了一个政策,直接把你的所有的基础形态全部打破,当然政策我们左右不了, 但是就像这个川普的连任一样,我们可以有预期,我们有预期,比如说我们预期,川普会连任,11月3号这一天,蜡指的股市就会上涨,蜡指的股市就会上涨, 那么我们所需要去做的是什么事情呢?我们所做的就是在他的连任之前逢低开多,逢低开多,所以来说呢,这个就是预期, 那么9月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这个欧洲的股市开始下跌了呢?很简单,欧洲疫情二次爆发,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事情? 9月份欧洲疫情二次爆发,知道,那你既然知道德国属于哪个国,德国属于哪个地方,给你三个选择,亚洲,非洲,欧洲,欧洲,欧洲,那你知道, 答案了吗?那你知道答案了吗?那你知不知道答案了,对吧?所有的东西就这么简单, 你把它串在一起,就这么简单,因为欧洲的疫情,在9月份的时候, 进行了二次爆发,所以现在德子就属于,大家可以看到,有了一次大的回踩,所谓的回踩, 你为什么说他是回踩呢?因为他现在还是多头啊,注意一下,他现在还是多头啊,现在还是多头,从这个地方开始上涨,他现在还是多头,所以来说呢,就来了一次大的回踩,所以来说呢,他的这一次下踩,就是因为,好像是因为那一天,这个欧盟的理事长说,这个有些国家可能要继续封城了,可能是,当时是有一个这样的新闻,我记得, 就9月,9月份的时候,当时很多中国人还在说,哎,我们中国抗抗抗疫,你看,抗得多好,你看,欧洲又开始爆发了,真是爽, 当时我觉得很多人,中国人在来幸灾乐祸,所以来说这个,这个呢,就是欧洲的这个,就是德子嘛,其实整个欧洲啊,除掉英国以外,因为英国现在已经脱欧了嘛, 他现在已经不属于欧盟了嘛,所以整个欧洲里面,整个欧洲里面主要就是德国啊,主要就是德国,德子啊,就是德子,所以在这个德国呢,就代表了整个欧洲啊,代表了代表了欧洲,那当然英国呢,他是,他是自立门户啊,他应该说叫做自立门户,好吧,那么基本上来说呢,我看德子呢,是后世,就是跟大家所说,就是后世跟大家所说,就这个地方呢,就是有一个,有一个趋势线,在这个趋势线,这里有一条趋势线, 那么这两条趋势线呢,就是在这个三角,走三角形态,走完这个三角形态以后,后世看涨还是看跌,后世就要看什么呢,看疫情的控制情况,啊,这个不是看别的,无非就看两个,第一个就是金融的刺激状态啊,金融的刺激政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疫情的控制情况,这两个如果都OK,那么就,这个股市那肯定就上涨,呃,当然川普如果连任成多, 这个地方也会上涨啊,那有人说,那川普连任成功,跟欧洲德国有个毛关系啊,关系非常大啊,大家可以,大家在做股票的时候,大家已经应该发现了,就是,纳斯达克如果在暴涨, 德子呢,如果它本来是在跌的,它可能也会涨,但是它涨的可能没有纳斯那么多啊, 因为整个的这个形式,就是纳斯是呈大多头,呃,德子呢,是呈小多头啊,整个整个趋势来说就是,纳斯是带着,呃,纳斯是带着德子玩的啊,就是,德国是小弟,呃,这个,以这个,纳斯达克,马首是三啊,基本上就是一个这个行情, 所以来说,纳斯达克如果是暴涨,那么德国指数肯定是要小涨,肯定是要小涨,所以来说,只要美国能够走出这个的话,德国指数也会上涨啊, 所以来说,我整体来说,呃,后市呢,我是对这个市场,我是看多的啊,整个后市我都是看多的,呃,当然我不知道德国有什么股票啊, 因为这是只是一个指数啊,这不是某一个股票,所以我就不再跟大家推荐什么德国股票了啊,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德国股票啊,可能奔驰吧, 啊,奔驰也是美国的啊,奔驰是德国的汽车,但是他是在美国上市的啊,大家注意一下,不要以为这个奔驰是德国的,就是德国,当然他可能也在德国上市了,但是他在美国也有奔驰的这个股票啊,好吧,那德子就在这里,就聊了这里,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商品啊,黄金和,黄金我们在上周已经跟大家聊过了,黄金啊,昨天我们跟大家聊过了,所以来说我们就不再去看黄金了, 我们看一下外汇吧,我们看一下外汇, 磅,磅系, 磅美,大家看一下磅美,磅美, 这个是磅美啊,所谓磅美就是英镑啊,就是就是英国的主权货币啊,这个我推荐大家可以玩一下,呃,铅棒还有一个现在主权三个主流主权货币,英镑,欧元,美元,当然排第一的,排第一的是,排第一的是美元,排第二的是欧元,排第三的是英镑,排第四的是日元啊,呃, 呃,人民币是排第十一位还是第十二位啊,它是比日元低很多的,日元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啊,我记得是第四位还是第五位,因为它是排得非常靠前的,人民币是排在十一位还是十二位啊,就是在整个国际市场的流通上面,就是人民币是排在十几位,然后日元排在第四位,所以大家可以知道日本的这个经济实力是非常非常强的,没有说什么 啊,失去的二十年,那都是他妈的被那个中国的大陆的洗了脑的啊,这个我跟大家说一下,好,先看一下棒美啊,看一下棒美,呃,棒美整个来说呢,我们看一下日线啊,先画出一个这个,先画出一个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多头,然后我们再画小周期的看一下, 回调了50%,回调了50%,啊,回调了50%,啊,大家可以看到啊,我刚才也说过了,大家可以看到回调50%这个位置,回调50%这个位置上涨,啊,回调了50%,当然你要是第二次破了,那就不一定上涨了,注意在这里说一下,如果是第二次破了,你第一次破肯定是可以上涨一波的,但第二次再破了,那你就不一定会上涨了,在这里说一下,它可能要下达到这个位置再来上涨,啊,好,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 那现在在76.4这个位置啊,76.4这个位置,整个来说呢,我现在看一下啊,一浪,二浪,三浪,现在基本上主三浪已经走完了,嗯,好吧,现在整个我觉得这个棒美应该是一个下跌趣事啊,整个棒美是一个下跌趣事啊, 啊,我给大家画一下,啊,怎么这么粗啊,好吧,先这样画啊,啊,首先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上涨趋势啊,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它要怎么样出来一个趋势啊, 好,那么整个趋势来说呢,目前来看呢,我就是看这个位置,它会下跌,下跌再打回到趋势这个位置,再来进行上涨,再来进行下跌, 然后进行一个这种通道内的载幅的震荡上行,啊,通道内的载幅上行啊,整个通道内的一个载幅上行,好,大家看懂了吗,这个趋势我这随便,我这个一画出来,大家应该就懂了吧,啊,这个趋势我把它画出来,大家懂了吧,啊,这个趋势我把它画出来,大家懂了吧,啊, 啊,如果这一个趋势被破掉,后面我们就,比如说,它破掉这个地方,我们就是做空,然后破掉这个地方,那就做多啊,就是傍美, 那么,跟傍美相关的产品呢,那基本上走法都是一样,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傍日,傍日,傍日,啊,傍日,啊,傍日和这个傍美走得差不多啊,我在这里就不用分析了啊,大同小异,我们再来看一下欧元,欧元也不用分析了, 因为欧元,我们昨天分析了美元指数啊,其实美元指数分析完了,欧元就基本上就分析完了啊,美元指数分析完了,欧元就分析完了,所以来说呢,这个基本上我们在这里呢,就把下周的一些行情基本上就分析完了啊,把下周的一个行情都分析完了啊,基本上呢,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刚才这个大猪蹄子问了一个什么问题,好,现在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大猪蹄子问了一个什么问题,这个我们就分析了, 这个我没看懂,这个我没看懂,你在说什么意思,过,啥意思,不用问了吗,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随便找一个产品吧,我们随便找个产品,我们来看一下,随便找个产品啊,我们把昨天的这个内容呢,再给大家重新再讲一遍啊,我们把昨天内容,因为是,因为昨天这个大猪蹄子,好像他说他也没听懂啊,大猪蹄子他说也没听懂, 然后呢,这个阿卫昨天正好也走开了,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再跟大家讲一下啊,再跟大家讲一下啊,好,我们先把昨天的这个问题呢,跟大家先把它以,昨天的方式再以一种,其他的方式再跟大家讲一遍啊,再给大家讲一遍啊, 好,昨天呢,我们讲的是上涨区间啊,我们今天就讲下降啊,下跌,我们今天就在讲下跌,那么下跌的话,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要怎么做啊,下跌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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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做啊,啊,同志们,下跌是怎么做啊, 我们就做这个区间啊,我们就做这个区间,我们做这个区间的短线,我们做这个区间的短线,我们做这个区间的短线,下跌我们怎么做啊,同志们,人呢,对,下跌就是高位去接他的空单啊, 下跌趋势就是高位去接他的空单,我觉得大家都懂啊,可能大家不愿意回答啊,我觉得可能是大家不太愿意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还问我,我可能认为大家可能是这个想法啊,好,我们把后面给抹住,我们把后面给抹住,好,那么下跌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如果已经看到了这个下跌的趋势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下跌趋势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下跌趋势,那么在这里呢,首先交给大家, 一个新的趋势线的画法,首先我要在这里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下跌的趋势已经出现了,我们这个时候趋势线要怎么去画,那么这个趋势线的画法呢,原来的交法呢,和现在呢,稍微有一点改进,稍微有一点改进,什么改进呢,就是原来的画法呢, 更加遵从于大周期,注意一下,我们原来的画法,是更加遵从于大周期,我现在交给大家的画法,是更加去遵从于小周期,听到没有,听到没有,听到没有,我现在交给大家的画法,是更加遵从于小周期, 所以所谓小周期就是15分钟,5分钟,1分钟,30分钟,那30分钟以上就可以画大周期了嘛,所以一个小时,4个小时,我之前让大家画的是30分钟,一个小时,4个小时,甚至日线的大周期,那个呢,是大周期的画法, 而我现在交给大家呢,是一种,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小周期的画法,注意一下,小周期的画法是经常会变的,就是相对来说,小周期不会维持大周期那么长的时间,就比如说,大周期我画一根线,我可以维持画一个4个,我们打个比方,我们打个比方,打个比方,在这里,我们找个其他产品,我现在用的得子啊,大家记住,我待会回来再来说得子的事情, 我们现在再说一下,我们说一下大周期,比如说我在这里画个4个小时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该怎么画,4个小时的,4个小时的,我们可以怎么画呢,我们这样画出来,我们可以这样画出来,对不对,这4个小时的,那我们遵循的周期是多长时间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遵循的周期是这么长的时间,我们遵循的周期是这么长的时间,大家可以看一下,是9月23号,到 10月16号,差不多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差不多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那么这个呢,就一根趋势线就可以把它全部搞定,这就是大周期,大周期呢,只需要短短数根趋势线,就可以全部搞定, 但我们小周期是不行的,我们小周期呢,因为它的这个频率不一样,所以呢,它的频率不一样,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小周期,如果你要做短线,小周期的这个趋势线, 要经常的变,要经常的变,好,首先,我们看一下,如果要是从这里开始画,如果要从这里开始画,我们应该是怎么画,先是出来一个大阳线,然后在这里出来了三根一,那么我们原来要是画的话,如果我们原来拿了,这个之后,我们不要去说,我们就拿了现在这个,这个地方,我们如果原来画,我们会怎么画呢,我们会这样画, 我们会这样画,那么这个画法呢,注意,15分钟是不行的,你至少要在30分钟,所以这个画法呢,是不适用于小周期的画法的,哎哟,全删了,搞毛啊,你这,好,那么这个周期呢,是不适合15分钟的画法的,那么这个呢,我教大家,就是我们要怎么画呢,就是贴的肉画,啊,这个就相当于是,你穿了, 一个紧身内衣,那么穿了紧身内衣,就怎么画呢,就是尽量贴着它的走势去画,就这么简单,就是短小周期,你就贴着它的走势去画,就完了,就这么简单,贴着它的走势去画,贴着它的走势去画,OK,那么这就是一个周期了,啊,这就是一个周期了,啊,就是说,那可能有人 就会问了,哎,那是不是按照这个周期来说,那是不是,那是不是按照我们昨天的理论,是不是这个地方就应该开多单呢,这个地方是不是就应该开多单呢,啊,可以啊,大家发现了没有,按照我们昨天的这个说法, 按照我们昨天的这个交法,大家发现开多单是可以赚钱的,大家发现了没有,大家发现了没有,如果我们现在只看到了这几根线,我昨天怎么交的,我昨天怎么交的, 啊,同志们,啊,阿卫昨天没听,啊,阿卫我就不问了,方蕾,阿蒋,鸿成,你们昨天听懂了没有,昨天这个课,咱们把昨天这个课稍微扩展一下,那如果这样的画法的话,这个地方是不是我可以开多单呢,啊,可以,方蕾说可以,是吗, 方蕾是,你是说的这个问题吗,啊,这不是那个1,我看到你发那个1啊,我以为你说的是可以,没人回话,那个地方, 没人回话啊,这好尴尬啊,这,大家到底是,我一直在问大家在不在,就是,我怎么感觉大家听,听着听着听着就没人了, 啊,我问大家问题,跟大家互动,大家也都是,完全是,蒙逼状态, 那个地方怎么啦,那个地方,那个地方,那个线开空单,啊,好吧,看到这个扩展的这个内容啊,想不下去了, 这个扩展内容啊,想不下去了,就说明昨天的这个课啊,大家就没听懂,我就实话实说了吧, 昨天这个课啊,我感觉大家就没听懂,来来来,除了阿卫以外,你们,你们三人昨天的课, 就是最后那一个阶段的那个课,有谁听懂了的,打个1,昨天最后那一个,那一个知识点,非常重要的知识点, 阿讲听懂了,阿讲听懂了,这个地方应该,你应该是,阿讲是听懂了, 好,那我现在问你,我现在问你,我昨天是不是说,昨天如果在这里画出一条趋势线以后, 超过这个趋势线,我们就可以买多单了,是不是的? 好,那我们如果在这里买了多单,大家会觉得后面会怎么样? 首先说一下,首先说一下,首先说一下,昨天我少说了一个知识点, 但是在这里呢,我待会再来说吧,待会再加上去,也会赚钱, 好,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我们是在这个最低,这个位置,我们不说最低价, 我们不说最低价,在这个位置,我们如果在这个位置,买录的1294212942, 我们如果是在这个位置买录的,我们可以抛到的理论上的最高点是在哪里呢? 12960,18个点,18个点,非常少,非常少,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如果它破掉了这个地方,它是非常少的,那么这个地方能不能开多单呢? 其实理论上来说可以,理论上可以,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 就是昨天我少讲了一点,其实就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整个趋势是在空头,你在这个地方去买了一个多单, 我们昨天的课呢,也确实跟大家是讲买了一个多单, 但是我昨天少忘记讲了一个内容了, 是要在这个趋势线完成以后,破掉这个趋势线完成以后, 出现一个收阳的线,注意啊,我说的是在15分钟下, 我今天再给它加进去啊,要在15分钟下, 出来一根收阳线,我们才能够去开多单, 注意在这里,我们要出现15分钟,破掉这一个位置, 如果在这个线里面出现的是一个收阴的单, 那你如果已经买入了,你就应该快进快出, 快进快出,如果你买入了,你就是应该快进快出, 注意一下,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快进快出, 好,那么这里呢,我们如果正根据这个地方的这个趋势来说, 我们会发现,它首先是来了一个将近70度的下跌, 后面呢,来了一个缓跌,我们就把这个趋势线就以这样的方式贴着肉, 我们相当于是贴着肉再画出来了,大家看懂了吗? 基本上不给它这个上下层挪的空间, 我们就没有给它太多上下层挪的空间,大家看懂了吗? 贴着肉,把这个趋势线给画出来了,大家看懂了吗? 这个趋势线的画法,在我们原来小时级别的画法肯定是不行的, 在这里先跟大家说,在这个我们现在这个15分钟的这个画法, 如果放到小时级别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小时级别随便搞一下就穿破了, 随便搞一下就穿破了,我现在教给大家的画法, 现在的这个画法是只适用于小周期画法, 注意一下,跟我们之前学的大周期画法是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搞混了,那可能有人又要问一句, 老师你这个地方画了一条这个线,70度的线, 然后这个地方画了一个45度的线, 那我现在到底应该看什么的呢? 我觉得好像我记得之前好像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 是阿卫问的还是那个阿蒋问的? 我当时的回答,我在这里我再重复一遍, 频率变了,并不代表形式变了, 现在是70度下跌,然后跌完了以后变成了45度下跌, 它还是在跌,它还是在跌, 只是换了一个频率而已,形式没有改变, 在这里再说一遍,形式没有改变, 只是频率变了,听懂了吗? 听懂了吗? 好,发了也听懂了,其他的呢? 啊,阿蒋听懂了,阿卫呢? 彭承也听懂了, 好,阿卫呢? 我也又不在了吧? 贴着肉画线啊,好,OK,那我们就继续了啊, 我们就继续了,那么现在我们所知,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看了这个趋势以后,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所需要的唯一的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 就是逢高点去录空单,逢录高点去录空单, 那么这里头就有一个问题了, 好,打个比方,我现在打开这个盘面, 打开这个盘面的时候,所给我看到的盘面是什么情况呢? 我给大家画一下,给大家看到的什么情况呢? 给大家,哎呦,别用白色啊, 好,给大家看到的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趋势, 给大家看到的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画面, 那么大家敢不敢在这个位置录空单, 这就是一个问题了,敢不敢在这个这根K线录空单,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在这里剖析这根K线, 我们就在这里剖析这根K线, 怎么确定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低风险的去录它的空单, 那说不定它涨上去了呢? 那你不能说就这样下空,空了完了以后, 而且你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这根柱子非常亮眼的, 非常强的,大家可以看到这根柱子是非常强的, 它已经超过了,它已经超过了这个位置了, 已经超过这个位置了, 所以这个地方你凭什么说这个位置, 就一定可以录空单, 如果我不把这个, 我如果把后面遮住, 你会不会认为后面可能要开多单了? 会不会有这种想法? 所以在这里, 我们相当于要对这一个K线进行解剖, 我们要对这根K线进行解剖, 解剖出来以后, 给大家增加一些, 相当于说我们进行验证, 这条线是一条验证, 然后呢, 这个K线又是一条验证, 那么进行两次验证以后,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果, 就是我们的地方该不该去录空单, 好, 现在我们就开始来跑起这根线, 首先我们把它的位置打出来, 注意, 我们现在把它的位置打出来, 把它的颜色改成其他颜色, 改成其他颜色, 好, 好, 那么这根K线呢, 就是我们现在要开始研究的K线, 我们现在在15分钟下, 注意, 我们现在是在15分钟下, 我们现在转到一分钟的K线, 我们现在转到一分钟的K线, 我们找到这根K线的位置, 在哪里, 在哪里, 好, 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 大家看一下, 这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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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我们首先把后面先一遮, 我们先把后面一遮, 然后这根线呢, 我们把它还是延长着画出来, 这根线, 那他妈黑色的, 不好意思, 我先画, 黑色的线, 把这里一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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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条趋势线呢, 我们还是要把它给画出来, 好, 画出来以后呢, 我们是从这根K线开始的, 对吧, 我们是从这根K线开始的, 我们现在是在一分钟的行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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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啊, 我一再强调, 我们刚刚看的是在15分钟的行情下, 现在我们已经转到了一分钟的行情下, 非常关键, 非常关键啊, 相当于我们现在在解剖15分钟的K线, 相当于我们现在是在解剖15分钟的K线, 这个非常关键, 你不要以为我还在15分钟下面在看这个K线啊, 那就完了啊, 所以我们现在是干嘛呢, 我们现在贴着肉啊, 因为我们现在是在小周期下, 我们贴着肉再画出一根K线, 我们贴着肉再画出一根K线, 好, 那么在这个K线下, 如果这个K线后势继续涨, 后势继续涨, 涨过这个K线了, 那你再去买空单, 那你就是找死了, 那你就是找死了, 你就应该在这个地方就应该是买多单了, 如果这个地方没涨上去, 卡住了, 我用不去其他颜色, 在这个地方没涨上去, 卡住了, 就是把这一块都消除啊, 把这一块都消除, 然后到了这个位置, 到了这个位置, 变成了绿线, 到了这个位置, 变成了绿线, 继续向下, 我们就应该在出现第一根绿线, 实体确认以后, 第二根绿线这个位置, 开始进空单, 然后我们就看这个趋势线, 继续会保留, 我们继续看这个K趋势线, 继续会保留, 这回听懂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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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芭蕾听懂了, 通常呢, 通常呢, 这是我们的策略啊, 这是我们现在还看不到后面的这一个行情嘛, 我们现在还看不到后面的行情嘛, 所以我们现在只是判断, 如果这个红线超过了这个白色的这个趋势线, 那么我们就, 我们的空单策略就要打入, 我们就要止住我们的空单策略, 我们现在的策略就应该是逢低做多了, 注意, 我们这个时候就应该是逢低做多了, 如果它在这个地方出现了, 就是在这个趋势线这个位置碰到, 接触到的时候, 出现了阴线, 我们应该继续看空航平, 听懂了没有, 什么没, 彭成, 那个阿奖昨天就听懂了, 这个我就不再问了, 阿卫, 彭成听懂了, 阿卫听懂了没有, 这相当于给你专门讲的咯, 因为昨天你, 你, 我不知道你是家里什么出事, 有什么事情啊, 所以离开了, 所以你没听到啊, 这个是专门给你在讲的, 好, 这个听懂了, 听懂了我们现在把这一个遮处的地方, 我们重新打开, 我们再看一下整个的行情是怎么样演变的, 好, 整个行情是怎么演变了呢, 按照我们之前的思路, 它在这个趋势线这个地方, 然后出现了一根阴线, 出现了一根阴线, 然后出现了这个阴线以后, 我们其实就应该是逢低, 逢, 就是逢高, 逢高回踩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进它的空单, 然后往下看了, 听懂了吗, 昨天我们是拿的黄金的多单来讲的, 今天我们拿的是得子的空单来讲的, 大家可以看到, 都会遵从这个原理, 大家可以看到, 你不管拿什么, 我现在拿个外汇, 我相信也是能够遵从这个原理的, 我们现在随便找个东西, 欧美, 好吧, 我们现在再找个欧美, 这是什么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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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不知道, 我重新开一个吧, 等一下, 我重新开一个,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 我交给大家这些东西, 都是可以在任何东西都可以用上的, 不是说你, 我昨天交给黄金, 昨天给大家演示的黄金, 现在给大家演示的指数, 股票指数, 那你其他东西能不能用呢, 一样可以用, 欧美, 我们现在来找到欧美, 好, 我们现在在欧美里面, 重新再模拟一单, 我们在欧美里面再重新模拟一单, 我们在欧美里面再重新模拟一单, 我们就模拟这个地方嘛, 我一打开, 我就看到这个位置, 我们就, 这是一个小时的, 我们待会再来讲大周期, 我们先把15分钟的搞定, 我们先把15分钟搞定, 15分钟搞定了以后, 我再来跟大家讲大周期的, 我再来讲大周期的,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我们怎么再来进行解剖, 解剖, 好, 现在我们来讲一下15分钟,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上面, 欧美, 贴着肉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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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着肉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可能要稍微那个一点, 贴着肉画了以后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 那我们就看这一根K线, 就看这一根K线, 那可能有人就要问一句话, 那我这样贴着肉画行不行, 那贴, 这样贴着肉画也可以, 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贴着肉画也可以, 那么这样贴着肉画, 我们看一下15分钟, 15分钟级别,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根K线, 那我们能不能逢高, 去做它的空单,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K线, 我们把它换个颜色, 好, 我们换到一分钟级别, 一分钟级别, 因为15分钟啊, 它这个行情的频率会经常变, 所以大家在这个画的时候啊, 你要想一劳永逸,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来说它频率一变, 你就认为行情在那个的, 那是不可能的, 好, 我们每次一打钱就, 打加号就会被拉到前面去, 好, 我们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其实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本身就, 我们看这个位置吧, 看这个位置吧, 这个位置还稍微强一点, 这个位置还稍微强一点, 因为它这个上涨了, 因为它这个上涨了, 好, 在这里我们也是一样可以看到啊, 这个上涨的, 如果在这个地方, 我们还是一样, 我们把这个地方抹住, 你不要看后面的东西, 我们把后面给抹住, 你不要跟我弹, 我们把后面的K线给抹住, 我们把后面的K线给抹住, 我们就看这条趋势线, 我们就看这条趋势线, 好,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个趋势呢, 目前来说, 如果你要是想觉得在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胆量去开空单, 我就问你, 你有没有胆量会在这个地方开空单, 你会不会认为这个地方会直接涨起来, 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 你有没有在这个地方开空单的, 如果你只是看到现在这个K线, 你有没有胆量在这个地方开空单, 肯定没有, 肯定没有, 就算你这里有趋势线, 因为趋势线被破也是经常的事情, 这里跟大家说, 就算这里有趋势线, 趋势线被破也是经常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这趋势线被破太正常了, 所以来说, 你说在这个地方让我开空单, 我要犹豫, 说实话, 一分钟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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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 也就是一分钟就过去了, 那么现在我要有, 我现在要, 我现在要想开空单, 你只能给我一个新高, 这个信号就是, 你至少让我出现一根绿线, 这个地方出现一根绿线, 那么我就会在出现绿线的第二根K线, 第二根K线, 这个地方是隐藏的, 我们不知道, 出现了绿线, 不管是什么样的绿线, 只要是绿线, 这个地方哪怕再出一个红线, 我都可以去开空单, 从这个地方, 我就可以去开它的空单了, 明白这个意思吗, 好, 我们现在回头再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哎, 出现了一个绿线,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追空了, 这个地方就是, 我一般不会让大家去追单, 但是这个地方是绝对可以去追单的, 这个地方是绝对可以去追单的, 它已经破位了, 它已经进行了两次验证, 大家发现了没有, 它已经进行了两次验证, 大家发现了没有, 它这里进行了两次验证, 大家发现了没有, 哪两次大家能不能告诉我, 好, 如果你再加上这个支撑位, 这个地方的支撑位, 如果你加上这个地方的支撑位, 这个叫结构线吧, 如果加上这个地方的结构线, 应该来说是三次验证, 应该来说是三次验证, 好, 那么我告诉大家, 哪有哪三次验证, 这一次验证,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就是这一个结构线, 好, 这第一次验证, 第二次验证是什么, 这根趋势线, 这个我这一说, 大家就明白了, 这个趋势线, 它这根k线已经下来了, 那就说明这一次k线, 这个还是要沿着趋势走, 那就没问题, 这第二次验证, 好, 第三次验证, 大家能不能找到, 是在哪里, 第三次验证在哪里, 大家能不能找到, 大家注意啊, 我说的是只出现在这里的, 后面的我们不要看, 后面的不要看, 后面的不要看, 只出现在现在的情况, 大家能不能找到, 大家能不能找到, 第三次的验证是在哪里, 大家能不能找到, 第三次的验证在哪里, 人呢, 想想啊, 想想, 来, 我喝口水啊, 喘口气, 已经讲了, 早上八点半开始的, 现在十点半了, 已经讲了两个小时了, 快, 想一想, 咱们中间就不休息了吧, 这里面进行了, 三次验证, 这里面进行了三次验证, 搞错了, 搞错了, 应该来说是这个, 这里面进行了三次验证, 这里面进行了三次验证, 想想, 想想, 什么验证, 第一次验证, 这里有一个支撑位, 这里有一个, 虽然很小啊, 一分钟的, 一分钟的结构线, 虽然是非常少的一个, 非常小的一个一分钟结构线, 虽然是个非常小的一分钟结构线, 第二个是一个趋势线, 好, 这里面还有个验证, 大家能不能看到, 这里面还有个验证, 大家能不能看到, 就是说, 我们做东西嘛, 我们做单嘛, 就是做的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 他的验证越多, 就说明我们的想法就越准确, 对吧, 就是说我们就像探案一样, 我们得到的证据越多, 我们就越接近这个真相, 对吧, 我们现在手上只有一个证据, 我们能不能判定这个嫌疑人呢, 那不行, 要是手上有两个证据, 能不能判定嫌疑人呢, 模拟两可, 大致何以, 那我们现在手上有三个证据, 能不能判定嫌疑人呢, 大, 大, 就是基本上就没问题了, 那基本上就没问题了, 所以来说我们现在手上有三个证据, 前面两个证据, 我都已经告诉大家了, 趋势线和结构线, 好, 第三个证据在哪里, 大家能不能从我现在这个上面能看到, 第三个证据在哪里, 吞没, 好, 吞没, 吞没也算吧, 那算四个吧, 算四个吧, 我还没想到, 其实我还没想到, 那算四个吧, 还差一个, 还差一个, 还有一个, 这个是跟我们今天的课有关的, 因为我今天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其实是今天跟我们这个课有关的, 注意一下, 跟我们这个课有关的, 所以为什么我不是在这里无端的发散, 不是在这里无端的发散, 是因为跟我们今天这个课程是有关系的, 还有一个大家要找出来, 还有一个证据, 大家要找出来, 快快快, 人呢, 来来来, 每个人说一个, 方蕾说一个, 还有一个证据, 看他们找出来, 还有一个证据, 形态, 什么形态, 什么形态, 你不要问我啊, 你要问你自己啊, 我都教, 我首先说一下, 我问你们的问题, 我昨天已经教过了, 我告诉你们, 我昨天已经教过了, 无非就是现在换了一个换了一个做法, 我昨天教你的是一加一, 一加二等于三, 今天教你的是, 今天问你的是二加一等于几, 昨天教你的是一加二等于三, 今天, 今天就是给你们一个二加一等于几, 什么意思啊, 你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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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线画是什么意思啊, 我没太懂, 怎么都看不出来了, 同志们, 趋势线, 哎, 继续继续, 方蕾继续, 你怎么现在把别人都已经远远摔到后方去了, 下方, 对了, 同志们呐, 教过没有啊, 我昨天教过没有啊, 我昨天教过没有啊, 懂了吗, 悟到了吗, 方蕾悟到了, 其他的, 阿卫昨天没听, 那就不算了, 我就问彭承和这个阿奖, 你们懂, 悟到了吗, 好, 阿奖也悟到了, 彭承悟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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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承也悟到了, 好, 很简单, 很简单, 我们这里还有一根趋势线对吗, 这根趋势线我昨天怎么教的, 当然阿卫昨天没听, 我在这里重复一件, 破掉这个趋势线, 如果这个地方上涨, 这条趋势线上涨, 破掉这个趋势线, 就是下跌, 好, 那么在这里也是一样, 我们现在可以回来再看一下, 如果现在, 如果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回来再看一下, 破掉这个趋势线, 我们是不是可以买多,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破掉这个趋势线, 比如说我们现在画出来这个趋势线, 我们现在画出来这个趋势线, 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 就已经被破掉了, 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 就已经被破掉了, 应该来说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就已经被破掉了,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多单入场了, 其实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确实可以多单入场, 但是你的利润很少, 利润很少, 其实就是这个地方是, 多单入场是利润很少, 这个地方是多单入场, 是可以多单入场, 但是你的利润就跟刚才这一单一样, 跟我们之前刚才那一单一样, 利润很少, 那么这个地方呢, 它走了一个非常窄幅的一个震荡, 然后再继续下跌, 那么它走的这个震荡呢, 其实也就是说, 它换了一个频率而已, 它其实也就是说, 只是换了一个频率而已, 它并没有说, 把整个的这个趋势给改变掉, 注意一下, 把它的整个趋势给改变掉, 它的整个趋势并没有变, 其实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是在这个地方, 如果是能够入场, 我们还是有一点利润的, 在这个地方入场, 我们还是有点利润的, 但是如果你是在这个地方入场, 那基本上就是死了, 那就基本上就死了, 那基本上就死了, 所以来说呢, 这个入场点呢, 也非常重要, 因为你的利润呢, 就是这么多, 贪薄的利润就是这个地方, 我再说一遍, 结构线, 如果上踩了结构线, 其实我们现在, 如果正常情况下, 是可以开一个多单, 开一个多单, 然后可以赚一波快钱, 赚一波快钱, 好, 那当然还有一种情况,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它的下跌趋势, 其实没有进行改变, 它的下跌趋势, 其实是没有改变, 在我们15分钟里面, 它是没有进行改变的, 它是没有进行改变的, 它其实无非就是换了一个趋势而已, 但是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它是产生了一个什么, 产生了一个, 我们在这里再画一个贴着肉, 画的一个结构线,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贴着肉画出来的结构线, 又是非常非常的什么, 非常的标准, 这个地方出现了做空的位置, 我们在这个位置, 一做空又是一个大空, 因为整体趋势, 整个现在的趋势都是一个空头, 所以现在在这个地方回调, 我们可以再去做空, 所以来说, 整个的这个趋势呢, 当然我现在是贴着肉, 叫大家画, 如果大家要画大周期, 比如说现在我们调到30分钟的周期, 我们要是调到30分钟的周期, 我们应该还是正常的画, 还是这样画, 正常的画还是这样画,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只要破掉趋势, 这个地方就可以先买一波涨, 就破掉趋势, 就可以先买一波涨,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来说呢, 今天我在这里又把, 又跟大家把这个跟大家交了一遍, 就是怎么在这个小周期里面, 怎么去做单, 怎么在小周期里面, 用15分钟的K线, 去做一分钟的单, 15分钟的K线, 去做一分钟的单, 好, 这个知识点大家听懂了没有, 听懂了打个1, 我们现在进入下一个知识点, 听懂了打个1, 翻了也听懂了, 它主要是阿卫啊, 因为阿卫昨天没来, 所以来说主要是阿卫, 阿卫你听懂了没有, 不会又走了吧, 阿卫呢, 不会又不在了吧, 我的天呐, 又不在了, 它跟这个技术无缘了, 我感觉它跟这个技术无缘了, 讲两次, 我不可能再讲第三次吧, 好, 先休息一下, 怎么又不在呢, 好吧, 我们继续啊, 我们继续, 我们继续先不能, 这不知道它什么情况, 这也, 它刚才说它在, 后来它又, 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情况, 来吧, 我们开始, 我们今天的一个小知识点, 今天的一个知识点, 今天的知识点呢, 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个插件, 推荐一个插件, 这个插件呢, 非常非常的有用, 非常非常有用, 我的指标里面就有这个插件,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插件, 是怎么来进行使用的, 好, 怎么进行, 首先怎么进行安装, 安装呢, 很简单, 首先打开我的文件, 在打开文件里面呢, 在打开数据文件夹, 打开数据文件夹, 会弹出一个对外框, 这个对外框其实就是我们之前的那个MT4的文件夹, 然后在这里面呢, 有一个MQL4, 然后这里面呢, 有一个, 有一个IDK, IDK型, 就是指标, 在这个指标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打开, 打开了以后呢, 我待会给大家, 我待会把这一个指标发给大家, 这个指标呢, 是叫做, 看一下, 这个指标叫啥来着, 这个指标, 这个指标我知道了, 就这个指标啊, 这个指标我告诉大家怎么用, 好, 现在呢, 大家就可以把它烤进去啊, 烤进到你的这个机器里面去, 我发给大家啊, 发给大家, 发给大家就这一个, 这个叫什么呢, 照播通道啊, 大家如果从字面上翻译的话, 就是照播通道, 照播通道, 好, 我待会儿交给大家怎么来使用啊, 待会儿交给大家怎么来使用, 好, 大家先把它烤到这个文件夹里面去, 好, 这里面有一个, 直接烤到这里面就可以了, Nindisco啊, 这个单词, 好, 烤完了以后呢, 我们现在先打开我们的界面啊, 先打开我们的界面, 再打开我们的界, 打开我们的界面以后, 好, 烤进去没有, 同志们, 烤进去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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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板, 我不知道用不用得了啊, 我在这里, 我没用过手机板, 因为我天天对着电脑嘛, 我也就无所谓, 我也就无所谓用手机板啊, 手机板我不知道能不能用, 但是电脑板是完全没问题的, 好, 烤进去了, 同城和这个阿奖呢, 同城和阿奖呢, 同城和阿奖呢, 都烤进去了, 好, 那我们怎么使用呢, 我们首先回到, 把我们的其他的界面全部调好啊, 首先我们要把其他的界面调好, 就是这里面的所有的其他的一些东西都全部调好啊, 我们选择模板, 好, 在这里我们先把这些东西先调好啊, 好, 调好以后呢, 我们选择插入, 在插入里面呢, 选择技术指标, 好, 在技术指标里面选择自定义, 在自定义里面, 我们找到我们那一个指标啊, 找到了一个指标, 就是, 就是这一个啊, 就是back to charger, 就是什么通道啊, 就是照播通道, 找到这个照播通道, 我这个因为装了很多啊, 我是当时测试了很多一些东西, 但是好用的就这几个啊, 好用的其实就这几个啊, 好用的就是这个, 我一个一个的教大家, 后面的这些也会教大家的, 所以大家不用急啊, 大家不用急, 好, 找到以后双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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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击以后呢, 就会就会那个啊, 就OK了啊, 双击以后就可以使用了, 然后在我们的这个里面, 我们就会看到一个红色的一个东西, 和蓝色的东西, 我再给大家发一个指标啊, 再给大家发一个指标啊, 这个指标也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指标, 就是倒计时指标啊, 倒计时指标, 我给大家发过来啊, 好, 考进去啊, 直接考进去, 然后找到这个指标, 双击使用它就可以了, 双击使用它就可以了, 好, 倒计时的指标, 我在这里就不用去说了啊, 这个很简单, 它你加上去了以后呢, 它就会在你这个倒计时, 它就会有一个, 比如说你在15分钟, 它在15分钟下就会有一个倒计时, 如果你在1分钟, 它就是1分钟, 就是60秒, 59, 58, 就是一个倒计时, 那么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如果你是做, 如果你是做那个单子的, 就是做像我这种1分钟K线的, 那就会有好处啊, 就是因为我会知道, 在什么地方, 在还有多长时间, 这一根K线收盘啊, 这个对于我这种做快单的人来说, 是非常有帮助的, 但是对于做这种慢单的人, 倒是不太, 用处不太大啊, 但是我觉得加一个指标是非常不错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这个指标啊, 就是这个指标, 大家可以看到啊, 15分钟的这个指标, 就是15, 好, 主要就在这里, 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指标跟大家说一下啊, 这个大家导路了没有, 导路以后会出来这个东西, 大家导路了没有, 大家导路了没有, 同志们, 导路了没有, 导路了没有, 人呢, 导路成功了就会有就会有这个东西了, 大家有没有, 手上有没有这个东西, 手上有没有这个东西, 好, 有了, 有了, 那我现在来教大家怎么使用, 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我们如果现在是在15分钟下, 我们会看到这个地方有蓝色的线啊, 我们会看到这个地方有蓝色的线, 好, 当这条蓝色的线出现的时候, 代表这一, 这个地方就成为了它的, 如果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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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个地方后面还没有出来, 如果这个地方后面还没有出来, 那么当这个地方出现蓝色的线了以后, 出现了这个蓝色的线了以后, 出现了这个蓝色的线了以后, 那么这个地方就代表出现了一个压力位, 那么这个地方就会成为一个压力点 那么下次接近这个压力点的时候 OK我就要考虑可能这个地方要不就突破 要不就可能要变盘了 注意好出现在这个地方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红色的线 当这个线出现的时候 代表的是这个地方就有了支撑位 好当这个地方出现了支撑位以后 也就代表着我如果后面会靠近这个位置 那我也就是在这个位置可以去录多手了 去录多单了可以录多单了 其实这个这个呢 就是一个非常简单快捷的 非常简单快捷的看结构线的位置 说白了就是看结构线的位置 大家懂了吗 大家懂了吗 阿卫来了 阿卫来了 这两个插件我刚才发给发的群里面了 放在哪个位置 我现在再重新再讲一遍 放在哪个位置 在我们的打开书记 在这里选择文件 打开书记文件夹 打开书记文件夹以后 在这里面有个MQ4 然后呢 我们打开这个文件夹 把两个文件 就是我现在发给大家的两个文件 拷贝在这里面来 拷贝在这里面来以后呢 选择插路 选择技术指标 然后在这里面找到这两个文件 一个叫Facture Facture 这个是照拨通道 这个呢 是看这个就是我这个原点的 然后在这里呢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K线的倒计时时间 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还有1分01秒 就这个线就收盘 1分01秒收盘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有用的 这两个线 这两个K这两个这个指标 你们先收着 我现在再来讲 这个K线 这个这个东西在怎么用啊 这个倒计时很简单 我在这里就不用去说了啊 你直接就用上去就可以了 倒计时嘛 这个太简单了 那么这里呢 我再跟大家讲一下 这里面还有一个用途啊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它其实是延迟的啊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出现的方式啊 大家注意一下 我现在是在得指 大家注意一下 我现在是在复盘精灵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现在这个界面 它这个东西啊 它不是马上就能出来的 你不要以为 在这个一打 它就出来了啊 它没有这么神奇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它出来的时间节点 我们来看一下 点击播放 好 现在因为没有出现 一些大的行情啊 现在是在15分钟下 我们稍微的 让它走快一点 好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出现了一根 K这一个高线 那么这个K线啊 因为我们这里重新来看一下 重新太快了 刚才太快了 我们重新把它再扫描一点 它这个K线并不是你所想象的 直接就能出来的啊 大家不要 不要太迷信这个K线啊 那不是 不要太迷信这个指标啊 这个指标出来的时候 并不是所 你所想的就是能够提前出来啊 先大家先搞清楚 这个K线出来的是 它在出现上涨了以后 出现上涨了以后 打个比方出现了上涨以后 然后在下跌的时候 这个这一个结构线才会出现 也就是它在判定这个K 这个地方为什么成为一个有效支撑 它是怎么判定的呢 它不是说你一上去 它就给你判定成了一个有效支撑 有效结构线 就是压力位 它不是这样先知先觉的 它是看到了这个地方 在下跌的下跌的趋势已经成立了 它才会判定这个地方的支撑是成立的啊 注意大家千万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地方的这个K线 注意马上就出来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东西是怎么出现的 因为我们要知己知彼 就是我们竟然要用这个插件 我们就要知道它这个插件出来的 到底对于我们判断这个行情 到底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大家注意观察 注意观察这个就是上面的压力位 蓝色的这个球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 不是你们所想象的 是还刚刚碰到就出现的 大家千万千万注意 这个时候为什么我用复盘精灵给大家复盘 就在这个原因 就是让大家不要迷信这个东西 但是呢 你说它有没有用 有用 我后来在 我后面再来跟大家讲 它后面的这个怎么来使用 好 大家看 大家看 等这根K线出现 等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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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的压力位出现 我们再来讲 好 它开始下跌了 注意 好 三分 大家可以看到倒计时 倒计时是非常有用的 好 这个地方已经开始出现阴线了 注意 这个地方已经开始出现阴线了 好 但是上面并没有 注意 这个时候上面并没有 现在上面还是没有啊 注意 上面还是没有 好 我看到什么时候蹦出来啊 跳 跳空了 跳空高开了 我操 这什么情况 跳了这么多 不管它 让它继续运行啊 还是没出现 太慢了 我们现在换成一分钟的 一分钟的可能要快一点 15分钟太慢了 太慢了 换成一分钟的 我主要就是跟大家讲解这个东西 一分钟的啊 现在是一分钟的啊 注意 我们还是观察它是怎么出现的 好 这里 这里上下都有压力位啊 注意这个地方向下行了 向下行了 又上 向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大家注意观察啊 因为一分钟会很快的 好 出现了 看到没有 它的出现并不是它碰到这个地方出现的 而是它在向上的时候才会出现的 看到 它马上这里要上面要出现了啊 注意 上面马上出现了啊 等一下 它要向下的时候 上面的这个压力才会出现啊 好 出现了 看到没有 出现了 看到没有 就是它的出现了 它的出现了 并不是你们所想的 它一碰到这个位置 它就先知先觉的出现了 大家明白我说的这个意思吗 它并不是说它先知先觉的 它这个地方就出现了 那那可能有人就要问了 那你这个玩意有毛用啊 那你这玩意有毛用啊 它 它都已经跌下来了 我当然知道这个地方就是压力位了 我还要你说吗 好 那么这里呢 今天呢 我就留一个 留个那个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这个东西到底可以怎么用 我现在呢 因为这个工具啊 它只是一个工具 我希望的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尽量从这个工具身上 可以用到想到你们自己的用法 可以想到你们自己的用法 不是说我在这里给你们固定时 我把这个用法告诉你 你就按照这个用法用了 那这个工具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因为这个工具也没有说明书啊 我在这里也跟大家说清楚 这个工具也没有说明书 我现在的用法也不代表是完全使用了这个工具 我只能说用到的这个工具的可能是60%到80% 可能20%的工这个功能我还没有开发出来 我也不知道 所以你们可以在下周的时候 你们可以在做单的时候 尝试的把你们所想的这个工具的使用方法 也可以把它总结一下 咱们在下周的时候呢 可以来进行交流啊 这个地方我因为这个工具呢 因为市面上没有它的教程 所以没有办法去找到一个统一答案 所以咱们你们可以 反正这个压力位和结构线 这个压力位和阻力位 这个我这个是绝对有用的啊 这个是绝对是存在的 但是它怎么用 因为它出来的时间比较晚 它怎么用 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对于大家来说 可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应该怎么去用这个玩意 我们怎么样去用这个玩意 好现在已经11点钟了 咱们这个课今天就到这里 那个我再问一句 二位你现在在吧 之前那一个你听懂了吗 之前那个你听懂了吗 15分钟15分钟画曲线 然后到1分钟去下单 你听懂了吗 ZZZ是什么2吗 你听懂了吗 就是刚才那一个 就是15分钟画K线 1分钟下单 这个听懂了吗 好听懂了 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下周大家好好的做一下交易 我希望大家都能像方磊这样啊 这样方磊是非常不错的 我觉得像这样继续走下去的话 方磊离真正的赚钱肯定不远啊 这条路肯定不远 好吧 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